大家周末好 我是海东 周末简单的再给大家聊一下 首先看一下昨晚的夜盘 美股是继续的下跌 尤其是这个道琼斯 突破之后基本上快速的两天 基本上把前面两天的涨幅全部吞掉 道琼斯这里是新高 本来是有这个金叉的 但是从而回落 金叉也没有 它这里就是很清晰的一个周线的顶贝利的糕点 这是道琼斯 纳斯达克前面说了 它这里就是一个五浪周线 五浪的末端 周五的夜盘基本上确认了周线的一个顶分寻的形态 一个是金 一个周线的大阴线 包含关系的大阴线 基本上周线的五浪结束是大概率的 这是标普也是类似的 我们看一下美股一些热门的个股的走势 英伟达收盘是跌破了前面的最低价 118块04 收在117.93 那基本上算是宣告破位 这个M头的形态也基本上已经确立 特斯拉虽然也是下跌的 MCT出现死差 但是特斯拉后面有还有一些很多事件的发酵 比如说它原定8月份 推迟到10月份的Roberta taxi 也就是无人驾驶出租 后面肯定延迟肯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包括它的自动驾驶入华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发酵 特斯拉后面应该还有行情 目前它更多的是对左边的套路盘的一个消化 苹果基本上是一个下跌中继形态 即使后面有反弹 但是基本上顶部 这是一个类似导型反转的一个顶部 大概可以是确认的 微软也是一样 台积电基本上是一个导型的顶部形态 包括像英特尔也是大调整 阿斯麦基本上将近回调了20% 1110美元到890美元 还没有止跌 基本上美股 给大家说一下 基本上他们考虑到降息的脚步越来越近 资金 因为它是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地方 资金肯定要选择提前撤离 大家可以看 像美元指数最近基本上是连续大跌 大跌之后的反抽 暂时是收回了这个重回这个箱体内部 大家可以看 它是这个箱体的震荡 破位反抽 这种就不能确定破位有效 所以说这种全球的流动性 它就会要提前撤离 就要提前 因为还要牵制到一些汇兑的损失 所以说他们提前看谁卖得早 卖得早的话 抢在汇率 大幅的下跌之前 这样的话才能降低一些损失 都是轮回 他们其实长了很久了 为什么呢 大家刚才说了周线的五浪 你想人家是长了几年 周线的五浪 做完几年的行情 都是轮回 都有调整 也许人家调整 调整完还能上涨 就是说周线的调整 大概要看三个月 至少三个月的调整 另外一个就中间说的 其实是 最近啰嗦很多的 就是黄金有色 基本上大众商品也是下跌的 像铜 创了近期的新低 黄金虽然突破这里新高 前面说了 它这里新高 大概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定位力 这个金差本来形成 最后也没有形成 形成也是顶背里 不形成 反正可以看到是双头 原油也是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轮轮金基本上都是这种形态 白银是三点银 基本上到了千里下沿 后面重点的看 千里下沿的支撑 会不会就是这里 抵抗一下 后面再跌破 因为根据其他的 大众商品的走势 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像这个 C的千铝 都是新低的状态 你也新 所以说黄金有色 这几个板块 可能会受到 比较常心的冲击 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碳碳里周围有反弹 但这里更多的是 接近前低的 接近前低的一个板坦 碳碳里最好的走势 这里就是要破 因为它收盘价是已经创新低的 最好是创新低之后 形成周线迪迪离 可能才会有机会 因为毕竟目前现货的价格 还是在下行的趋势 所以碳碳里后面 还要再等一等 就是小金属 简短的外围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其实周末也没有什么 至少目前 也没有看到一些 周末的消息 周五 主要是没有过分放量 个股的赚钱效应 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无人加持的超义期 达隆交通 继续新高 像紧张在线 只一个跌停之后 就接近反暴新高 跟最高价 就差了三分钱 虽然没有封板 但是代表市场的情绪 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 像芯片方向的 上海贝林两连板 创了新高 也把半导体带动 引爆这个 科朗版的反弹 下周一其实最大的 大家要注意的 其实就是这两个板块的争夺 因为毕竟是没有太多的放量 那么资金就会互相争夺 因为像上海贝林也是一个容量的标底 大中交通也是容量的标底 那么我们从板块的这种互动去推演 我们看周五的 展示靠前的 轨胶设备 就是高铁这些方向 其实像雷尔伟这些 触发移动 这个翻倍 它其实除了高铁 它也叠加了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方向 所以说半导体里面 有一部分的上涨 它是叠加了这个汽车芯片 无论是功率半导体 还是一些其他的芯片配置 其实也是叠加了 所以说更多的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 半导体这些 更多的也是 这次无人驾驶的炒作延伸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因为 制裁导致的自主口控 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实际上这波自主口控 并不是像上次川普上台那么强 就像光刻机方向 也只有一两只 几只 几只 这个比较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 除了这个蓝鹰 蓝鹰一个掌声之后 昨天就是放量 换手 实际换手接近60% 也是面临压力了 另外一个就是 跟它10厘米 稍微同步的 就是看一下 是 上天应该是大单 点一只的激光 金华 看一下 金华激光 两个一只板 但是像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张扬高科等等这些 这个半导体 就是光刻机方向就没有那么强 另外一个 以前潮自主口控 就会潮什么 潮这个光刻胶 国上光刻胶 其实 光刻胶基本上都很弱 没有太多跟随 像容纳感光还是下跌的 南达光电这都下跌的 强烈精彩 对吧 所以说你说炒自主口控 我个人觉得逻辑不是那么远 因为它不是什么新旋玩意 一到这个稍微制裁就炒 已经制裁这种久矮 我们苦制裁久矮 已经这种边际效应 实际上在衰弱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 你就思考更多的 还是无人驾驶的延伸 迭代了就是所谓的自主口控 半导体 半导体里头有一些 其实是汽车电子 有汽车电子方向 像四大半导体 其实都是叠加了汽车电子 所以说下周有人说 这个半导体会不会接力 这个自动驾驶 无人驾驶成为新的主线 个人的观点是存疑的 因为本身像科广板等等 这些都已经攻击到 这个压力位 阻力位 而无人驾驶呢 现在已经像无人公交 等等其他地方延伸 包括像后面 这个特斯拉 它的robot taxi 推迟到10月份 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你可以这么说炒出 最后确实拉长了 我说的意思 并不让大家周一还去无脑 去干大陆交通 更多的是 机器的挖掘 跟踪这些方向 我想还是想去做炒转线 我觉得无人驾驶方向 应该还没完 那半导体那边 我觉得适当的可以做化 这个可控 更多的是 往这个汽车 这个无人驾驶配套的 这个芯片方向 去挖掘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 昨天我们小圈 往中间说一下 后面你想跟踪板块 我是做了减法 像银行 基本上是在盘定的阶段 白酒 虽然有这个反弹的形态 它毕竟算不上高股息 但是它是高分红 因为它都是现金流比较好的 这是一些公墓 或者说那些事情 它可能是配的 但是个人觉得 在地产等等产业链的 下行的情况下 它不会太多 有超预期的 剩下像煤炭 大宗商品 黄金有色 这基本上可以做减法 不得减掉 包括电力 都可以减掉 建筑装饰 这些都可以减掉 其实剩下的 稍微有容量的板块 你是自能驾驶 叠加汽车产业链的 我们也看到上海 也开始出台 汽车消费金融 降低的这种 还是要刺激消费 因为毕竟 防疫上刺激不起来 第二大件 其实就是汽车 国家还是 从目前的政策来说 还是在大规模的支持 网约车也好 无人驾驶 无人出租车等等也好 这个方向应该 还是有持续的发酵 另外一些 就是跟踪 因为最近调整比较久的 像人心记忆人 并不是要让你马上干 就是这些你可以那位跟踪 因为好长时间没有 消息刺激了 像周五 周四周五 其实像工业母级方向 都有异动 也都有一定的赚钱效应 就是更多的是 这些调整比较久 后面还有政策发酵预期的板块 你可以做一些埋伏 另外就是 说了一些像中药 化学制药 这里可以跟踪了 但是并不是说马上要做 因为指数万一向下的话 这些板块最好是像中药 对吧 横了这么久 最好再往下杀一笔 杀出背里 那么像这些板块 就会成为中期比较好的 介入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 像养殖 无论是这个停留感也好 各方面的涨价 它也会 因为它是个小众板块 也会有这个反复的炒作 物流 周五都有异动 就是炒作什么 炒作这个同一大市场 像这个天顺 出来的七块七毛七的 这个豹子盘口 周五就拉涨停 就是机会还是有 我还是说了 即使后面走C浪杀跌 各股的机会还有 那就要去做减法 从一些不太好的 或者说趋势不太好的板块里面 去基础 去优选 因为缩量的情况下 不会铺长 这个大家要注意 时间窗口上 下周有几个重要的事情 大家需要关注 一个是奥运会 奥运会就要开幕了 传统的奥运魔咒 真正是7月26号 但是7月23号 周二可能有些球赛的赛程 就要开始了 奥运赛程基本上 就是周二就开始了 然后开幕式可能是26号 基本上是我们科装版 周年的日子 周年是祭日还是生日 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另外一个就是下周 又是一些交割 交割的关键周 大家都懂的 好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做好自己的策略就行 行情不会因为休假不休假 我会被他空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是长期在这个市场 也不是因为两周就怎么样 有得有失 就想出去陪小朋友 放松两三周 就是休息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